要说谢霆锋最爱的女人是谁 相信会引发很大的争议 支持风飞恋的朋友们会觉得 王菲是谢霆锋的灵魂伴侣 他们才是最配的 而高举风之恋大旗的CP粉们会摇旗呐喊 风之才是最配的 但现在的局势已定 似乎风飞才是他们最后的结局 当然他们也都还没有结婚 很多事情没走到最后还不敢妄下定论 其实在谢霆锋和张博之离婚后 王菲在他们离婚后一年也离婚了 就像是约定好的一般 在王菲离婚后的几年里 风飞恋在世前缘 让CP粉们感叹爱情的美好 当然也有网友疑问 既然谢霆锋那么爱王菲 为什么中间还要穿插一个张博之呢 其实要说谢霆锋不爱张博之肯定是假的 但是在爱张博之的那个时刻 夏巧是和王菲分手后 得知王菲结婚的消息那个间隙 夏巧有个女孩子很喜欢她 当时张博之也是红极意识的星星 颜值高演技好 谢霆锋完全没有理由拒绝这么好的 女孩子对她是爱 在后来和张博之结婚后 谢霆锋和张博之之间的矛盾太多 但也不能否认的是张博之真的错得太多了 才把谢霆锋对她的感情消耗殆尽 还记得2008年照片门事件席卷而来 谢霆锋选择站出来坚定不宜维护太太吗 结果2010年张博之和陈冠希两个人 飞机上就合照了 合照门事件也是彻底把谢霆锋的尊严按在了地上 才导致了最后面离婚的结局 和谢霆锋一样 王妃的两段婚姻也都充满着非议和压力 很显然在前一段婚姻中 两人已经尽力配合前妻和前夫了 可是终究还是太勉强 觉得无法坚持 才都各自离婚了 但是他们在离婚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他们能和前任的家人们依旧处得非常好 分手不说一句抱怨或者怨恨的话 有网友说 离婚可能是人性最丑陋的时候 两夫妻把所有恩怨都抖落出来 恨不得对方立马消失 把自己最肮脏的语言都加到 对方身上 王小菲和大S就是这样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 看到他们这么淡然的分开 不说对方的任何不适 实在是难能可贵 张博之也是如此 在和谢霆锋离婚后 在孩子面前 张博之从不说一句谢霆锋不好的话 在当谢霆锋的儿子被问 建议王菲当你后妈妈 他的回应让无数网友心疼 孩子虽小 但还是选择尊重爸爸 他回了句 爸爸喜欢就好 从这个答案也能看出 张博之对孩子的教育是很不错的 这一点谢霆锋也在节目上感谢过张博之 即使爸爸妈妈离婚 孩子们对爸爸并没有疏远感 相反还很逆着谢霆锋 我想这样潇洒告别过去 大气祝福对方 张博之格局确实很大 也希望张博之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孩子们都能够渐渐康康成长 这期请不吝点赞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